图的范例里面比较明确的跟各位来比较一下抽象类别跟界面之间的差异 刚刚我们做了蛮多界面上的练习 抽象类别跟界面有什么样的差别 抽象类别特别是可以宣告成抽象方法 所谓抽象方法就是说你只有一个方法名称但是没有实作程式 那你只要继承它或者你实作它 你就要去把这个方法去实作出来 但是在抽象方法里面也可以是一般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在抽象类别里面也可以做一些一般的方法 也就是说有方法名称也有成事 也有那个实作 那但是界面就不行 界面只有宣告不能够实作成事 所以这一点跟抽象类别之间的差异 我想第一个在这里 第二个的话界面不属于类别的继承架构 但是抽象类别它是属于类别的架构 所以抽象类别一定是继承架构的负类别 所以如果说其他的类别继承了这个抽象类别的话 那抽象类别它也可以当成负类别 但是界面就不行了 界面只能要实作 这是最大的不一样 那就算毫无关系的类别也一样可以实作一个界面 所以界面的部分的话就没有这种继承的架构 这个部分的话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一个类别只能继承一个 特别重要 类别只能继承一个类别或一个抽象类别 但是可以同时实作多个界面 所以界面是可以多个实作 但是界面只能继承一个 这个地方是最大的差别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范例 在五十五的范例 这个也是跟前几题的范例类似 比如说我建立一个抽象类别 那特别注意我如何建立抽象类别 这边有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非常重要 就叫什么upstrate 这个upstrate这个关键字就是 你如果说要把sharp变成一个抽象的类别的话 前面就加upstrate就可以了 那有upstrate之后的话 你可以发现在void的前面 也可以再增加一个upstrate的关键字 比如说你这个void的ary这一个方法的话 你前面加一个upstrate的话呢 就可以不用做任何事情 因为它是抽象方法 抽象类别里面有抽象方法 也就是说你可以有方法名称 但是可以不要实作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类似于界面 因为一般如果说你一般的类别 有类别名称 有方法名称 你一定要实作城市码 对不对 也要把城市码写出来 可是在抽象类别里面不需要的 所以你要特别的注意 OK 那第一个部分 那比如说再来的话 在界面的部分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interface部分的话 我想跟你讲 就是你也不需要做upstrate 直接一个interface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宣告一个什么呢 Retangle的一个界面 一个界面 那我继承什么呢 继承sharp的抽象类别 并且实作什么呢 这个叫做iPremantor的这个界面 那我上面有一个界面 这个名称 然后呢 有一个是upstrate的类别 那我又给什么呢 又继承又实作 所以这边我想 有些如果应用到 这个物件导向 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继承这个抽象类别 并且实作这个界面 如果你这两个都有的话 那你特别注意 因为你有继承的sharp 所以你要实作 它里面的抽象方法 因为你有实作 这个界面的话 也要去实作它的方法 所以两个也很类似 那里面的话 它分别要把这个irry这个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抽象方法 所以你要把它实作出来 然后它界面里面 有一个这个方法 你要把它实作出来 所以这地方大概了解一下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来实作一下 那程式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 比较特殊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建立一个 upstrate的一个class sharp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里面的话 会有两个成员变数 第一个是x也是y 然后呢 有一个upstrate的一个方法 当然因为前面有一个upstrate 所以它不需要实作 另外的话 有一个interface 这个interface 这个iPremantor 这个界面 然后要计算周长的 那这个class rectangle 也是hans 它变成这个 这个in 这个实作这个界面 然后呢 里面它有两个成员变出 一个建构值 那建构值因为retangle 是什么呢 一个矩形嘛 一个矩形 那矩形的话 必须传入 有四个参数 xy 就是它的起点 然后它的宽度 跟它的高度 那传递进来之后的话呢 资料存放在哪里呢 xy分别存放在list list里面 那list里面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指向 这个地方 我们把xy传进来之后 传递到list里面 那我们这个地方 建构值 指的是 我们自己 自己本身 这个地方 我再看看 然后呢 再把宽度跟高度部分的话 把它放在我们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 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要实作什么 实作这个area的 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是抽象 类别sharp里面的 然后在一个 这个 primatur 这个周长的里面 它也会有一个界面 界面里面有一个方法 没有实作 所以最后的话 把最后结果秀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话呢 print出去的话 当然就是说 长方形的面积为多少 再来 长方形的周长为多少 这边有个公式 最后计算出来的话 我把最后结果秀一下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我 我最后做出来的 这个 第五支五 这一题 那一样有抽象方法 跟一个实作 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要抽揽的话 你可以不要这两个 然后到时候 它会以Retangle 因为你有计程 它的新增位置做方法 点下去 一样会把这两个方法 自动会带出来 你再去实作就可以了 把它执行讲 就会看一下 把最后的执行结果 把最后执行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 我们的主程式里面 分别带入什么呢 这地方 底下还有 那主程式的地方 我们分别把几个值带进来 第一个是我宣告了一个sharp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Retangle 一个S 一个R 那这里的话 再来把Retangle里面的值 分别传进去 总共有一个R1 R2 那里面的话 分别xy分别5跟15 然后高度的话是宽度是6 高度是5 然后再来1010 再宽是8 高是9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建立一个R3 那另外一个Retangle 这边的话也是把三个讯息传递过来 R3 那这个地方的话 给它的是iPremantor 然后最后把这个地方的 显示长方形的R1的一个资料 把R1的资料print的出去 那分别呢 Printline里面有R1的资料 然后xy的部分 把这个宽高 通过R1.wise R1.high去取得 然后呢 去呼叫这个 我们里面的方法 Ary跟这个 Premantor 这个 这个周长部分 然后再来判断 如果这个 里面的话 再来第二个部分的话 显示长方形R2的资料 它是否为Retangle的固件 也就是判断一下 它是否为一个 标准的一个矩形 然后最后把这个 这个资料把它print了出去 然后再来的话 再把R3的部分 也把它print了出去 会有底下的资料 print了出去之后的话 最后看到的结果 就类似像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它秀一下 大家给各位看 这边有三个 第一个的话 我想这一题的话 稍微比较复杂一些 我想各位稍微参考一下 我给各位的程式码 试着把这一题 把它完成 这个是抽象类别 跟这个界面的实度 所以这题稍微复杂一些 给各位试试看 我给各位试试看 我给各位试试看 我给各位试试看